九合一大選將會和十八歲公民權的修憲案 公民覆決來一同舉行 有名人團體就主張 民法訂定是十八歲成年 刑法也規範十八歲之後 要負起權責 所以十八歲公民權會是最後一里路 但過關的門檻很高 必須有九百六十五萬人投下同意票 臺少盟認為 因為確診者無法投票 一定會影響到投票率 總選會應該是要說明 看如何把影響降到最低 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公民覆決 將在十一月二十六號合併九合一選舉投票 這也是臺灣首次公民覆決 長期關注青年議題的民團 除了力邀朝野立委開記者會催票 也邀請導演吳念珍 演員林美秀等大咖宣傳 投票年齡是二十歲 所以這很奇怪嗎 我們希望在臺灣所有的法規 可以一致化 我現在十七歲 那我兩年之後就有總統的選舉 如果我現在十八歲公民權沒有過 我要投總統 我就要再等六年 這六年國家一定能做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我沒辦法參與其中 所以這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假使十八歲公民權 就先案能夠過關 未來不管是投票權和被選舉權 都一致降到十八歲 不過門檻相當高 需要至少九百六十五萬人 投投贏票 才可玩過關 臺上盟副秘書長林玉順透露 從年齡層來看 目前六十歲以上 和四十歲以下族群 相當支持十八歲公民權 但四十歲到六十歲的支持與反對各半 未來要加強這部分的宣傳 而最終能否衝破九百六十五萬大關 取決於投票率及支持度 記者趙婉淳 謝其文 台北報導